调查局人员陪同之下走在最前头 他就是绰号平哥的北联邦帮主王继平 被送进北检全因涉及吸金案 遭到检方申请羁押 而后头的则是前台东市长陈建格 也是涉嫌吸金的公司负责人 讯后50万元交保 检掉大动作联合北市行大 带回7名被告2名证人 走在最后头帽子反戴 他就是本土剧演员陈润 晚间以30万元交保 但民众飞出国看房 这间地产公司鼓吹民众进场投资 主打泰国政府4.0经济战略计划的淡黄区 匡称在工业城设置的高档住宅 出租给高级职员和外国客户 一个物件200万元 强调这个地产投资热点稳赚不赔 但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 泰国建地确实存在 但建案新建没多久就停工 讲师们宣称 只要投资保证前两年获利一成 大约200人投资 但近期却停止分红 出估吸金达到4亿元 检方经漏夜征讯 前北联帮主王继平生压 前台东市长陈建格以50万元交保 其余被告以10万到30万不等金额交保 想一下 会不会觉得冤枉啊 如今公司涉及吸金 涉入案件的重要成员又大有来头 检警都还要进一步清查 全案依违反银行法进一步侦办 谢谢综合报道